字幕志愿者 李立元 今天非常感谢台湾经理研究院 还有联业局这边的邀约 可以来这边跟线上的朋友们分享 我们整个品牌再造 或者是说品牌审计的这样子的一个心路历程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那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再续百年 然后品牌审计心路历程 那其实就这难 大家或许没有那么陌生了 那我们是1890年成立的 汉饼的一个高点品牌 那最早是在台南府城内起家的 那在1920年后乔迁到高雄 然后在哈马新港这边 然后不断的就是在做汉饼这件事情 那直到其实台湾1987年戒延后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博来品进口进来到台湾 所以就这样就碰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那台湾开始对博来品 对西式文化有非常的好奇感 所以当时在定位不清楚的情况下 其实就这样几乎面临一个就是倒闭的一个过程 直到现任董事长1995年接手这个品牌 我们重新去定位 那经历了2526年之后 我们今年在去年疫情前 我们就开始准备做一个品牌审计的 这样子的一个rebranding 或者是说brand audit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所以今天其实主要来是跟大家分享 说我们这个执行这个品牌审计的这个 我们怎么去做的 那其实过去旧正南我们不断的 其实有品牌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可是我们非常着重在传统啊 经典这个价值 那后来我们发现近年来 我们发现其实现代人 因为可能时空背景的关系 或者是Y世代跟Z世代的这个关系 叫科技的关系 其实汉饼这件事情越来越变得陌生了 那我们怎么重新去审视自己 那我们怎么不断的去优化 或者是去演进 然后让汉饼可以融入在 大家的生活当中 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过程 从过去然后去盘点现况 然后以及我们未来要怎么去做 于是品牌管顾公司 他们就帮我们成立了一个 帮我们做了一个 所谓的旧正南的品牌的一个框架跟平台 那这里面包含了我们的核心目的 然后以及我们公司的品牌催化剂 那另外就是企业文化 然后以及愿景 然后品牌联想 还有我们的价值观 那在整个计划案里面 将近快一年的时间 我们的确有找到这六个 很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尤其是在品牌催化剂的部分 然后以及我们品牌的核心目的 那今天会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的核心目的 然后以及一家公司的一个 一个brand mission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核心目的 是怎么去探讨出来的 那所以这边我们梳理之后 其实我们的确有找到我们 我们要实现的愿景 然后以及我们的使命 然后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价值 我们的语言 然后我们的工作信念 然后跟我们的承诺 那这些全部都梳理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的工程 其实是去怎么去内化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们开始去探讨 就证团成为什么存在 然后以及我们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那大部分的公司 其实会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核心理念 或者是说愿景也好 都会是从上到下 那我们这次改变很大的方式 bottom up的方式 是从下而上 我们全体同仁动员起来 然后去探讨为什么就这难存在 然后我们做了一系列的 这个workshop工作坊 然后去找出就这难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存在的原因是到底是什么 那这里面是蛮多工作坊的内容 然后我们集结了很多伙伴们的文字 然后品牌管理公司会去梳理它 所以这是一系列的一个workshop 然后我们去探讨汉饼的文化 然后我们去探讨就是品牌怎么年轻化也好 然后怎么跟这个世代的年轻朋友们去接轨 然后怎么让汉饼融入在大家的生活当中 然后以汉饼为中心 然后怎么去衍生出来 于是我们就找到了这句话 其实将汉饼所承载的精神价值加以保存于眼镜 然后并融入每一代的生活当中 其实汉饼的确是跟大家的生活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无论是在礼述啊情感啊或者是节庆节令的部分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当然我们需要透过我们的催化剂 或者是说我们创新的手法 然后让汉饼可以融入在每一代人的生活当中 然后让旧正男永不间断的一个使命 所以这于是就是我们每天 大家同人们上班 然后起床的一个动力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旧正男 然后为什么要不断的去推动这个品牌 于是我们开始做了很多的汉饼的体验 我们在我们台北精华店 我们台南店 以及我们我们有成立的一个文化馆 然后去示范 然后让汉饼可以变得有趣好玩 然后可以让大家可以去体验 然后去手作各式各样的汉饼 那于是我们也跟蛮多的平台 像KK Day啊 然后旅游业者 然后一起合作 然后去推动这样子 你到了台湾 或者是你国内旅游 其实都可以体验到汉饼这件事情 那另外就是我们在疫情间 我们也开发许多就是汉饼 怎么让它变成business use 然后商业用途 所以是我们将汉饼的馅料 融入在各式各样的休闲食品里面 包含我们跟杜老爷联名的这支牛乳的绿豆沙冰棒 然后以及我们的冰皮绿豆碰 所以开始让汉饼这件事情可以融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 它不再是送礼需要或者是结婚需求需要 然后以及跟索摇影合作 所以这些都是蛮多的案例 我们在不断的去运用 然后让汉饼可以跟大家有更多紧密的一个接触 甚至我们有跟酒商 像苏格登 格马兰这样子的品牌合作 然后开发威士忌的月饼 那在疫情间因为大家可能送礼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活动其实变少了 于是我们也开发了冷冻食品 我们跟出入牧场合作 然后开发了这个绿豆沙牛奶的一个冷冻的馒头 这个点心包 然后在全联福利社有贩售 所以不断的去运用 然后让汉饼还是可以接触在大家的生活当中 然后甚至我们开发了订阅制 这个厚礼满心意的这个三生的这个礼盒 企业在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 其实我们可以将这样子的一个三生的 一个素三生的一个礼盒 然后免费帮你宅配到到府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不断的在做 那其实经营一间公司或者是品牌也好 我们会不断的去创新 所以这个其实很多的发想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同人间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workshop 然后脑力激荡 然后发想出来的一个商业模式也好 然后甚至疫情间我们没有办法 到烘焙教室去手作体验 我们也出了手作的一个材料包 然后让小朋友 让妈妈们可以在家 然后可以去体验这样子的一个 手作的一个材料包离合 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不断在 我们产品面也好 或者是我们在服务面也好 不断一些创新的一个应用 那其实旧质囊存在的目的 并非只是制作好的糕点 我觉得在这个世代 其实做好好的产品跟品质 其实是非常 已经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门槛 所以我们这几年 发挥蛮多的心力在 这个所谓的SDGS 或者是说在ESG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怎么让品牌可以再续 那汉饼怎么跟企业社会责任 或者是ESG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可以去做接轨 那第一点是在食品道德的部分 就正来已经有将近20支商品 有所谓的捷径标章跟双捷径标章 其实也就是不添加 八大的这些相关的添加物 那我们的工厂其实也符合 FSCC22000跟HCP这样子的一个认证 那以及我们也是全台湾第一家 汉饼业者有做所谓的探足机认证 探足机盘查这件事情 那另外就是实习计划 毕竟我们是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 有些不良品 我们不想浪费 所以我们其实每年有捐赠高达39家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不良品的部分 然后捐赠给相关单位去 那其实这个都可以去计算我们减少多少的几公斤的 万八的电 然后以及可以减少多少的这个 公斤数的二氧化碳 相当于它可以种多少颗素 那我们的工厂现在也布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太阳能板 希望日后可以用绿电可以去开始去做生产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环境永续上面 然后在努力的一部分 那另外是在包材上面 其实大家在送礼其实非常注重包装 于是我们但我们在去年中秋节 我们就改变了另外一个思维 就是说我们尽量去属于用单一材质的一个体带 然后在体带上面不做任何的就是上磨 所以它其实是更环保 那它可以减少三万一千多公斤的这样子的一个碳排放 那每年我们的使用量已经有高达将近六十万个体带了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品牌在规划的时候 我们在不断的在优化的地方 尤其是在包材的地方 那最后就是我们很重要的是在教育的部分 教育的部分是在汉饼文化的这个推广 全台有我们有盘点过 有差不多有五千五百家的这个西点的面包店 但只有104家的这个汉饼店 那所以于是我们在三年前 我们就启动了一个计划 然后希望可以更多大学生也好 或者是在职的想要认识汉饼的朋友们 他们可以来体验 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文化馆 然后希望可以去推动汉饼文化 然后让汉饼文化可以在大家的 可以植入在大家的心中 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体我们在推动的 包含食品道德的部分 环境永续跟汉饼文化 以及社区的这个营造 是我们在为这个社会在努力的地方 以上是今天简单的一个分享 谢谢大家 品牌台湾 绽放全球